欢迎回到铁蛋超人俱乐部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俱乐部剧团的团长高伟奇 为大家介绍俱乐部剧团第31号作品 那一段在杜鹃窝的日子 演出时间 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6月14号到17号 在哪里 布林街小剧场 布林街小剧场 然后呢 如果要买票的话怎么办呢 要上两天院电脑售票系统 两天院售票系统 或者是打电话到俱乐部剧团 对不对 电话是 23518724 感觉你很不熟啊 还要看一下这个 家里面太多电话了 23518724 对不对 其实当一个团长非常非常辛苦 而且呢 再加上大家去其他团演戏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说 有一个团长 到其他团去演戏 通常我们只有客团有啦 比如说你看像我们绿光剧团 罗北安团长 他会到唐美云歌仔戏团去嘎一个角色 他只是去客串一下 可是真的他没党戏这样 他也没办法 有可能尾棋团长呢 他想要照这个孙力一样去 到别的团呢 去了解 别团的团性 像这个剧情里面的那个 对对对 主编 对啊 对啊 其实我觉得我在子风车剧团啊 其实学到有跟以前不一样的一些想法跟概念啦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以前我们就是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 子风车真的是不排外 你看像我一个外人 想要进来演 大家都愿意接纳我 然后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哦 其实真的不好 大家就觉得嗯好 没有关系 我们可以继续在 在做 在试 然后在创造出另外一种新的形式 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而且我觉得那个精神哦 真的是让我觉得超厉害的 很棒 那其实应该各团都是这样 对 都会很努力想把事情做好 对 如果说像 呃 我以前是团长嘛 就我们新维团 其实这个系的 制作过程 其实你自己也很 身在其中嘛 去了解到我们前面那个推翻了 又再推翻了 那个那个的过程 那你在你看在眼里的话 你自己的感觉是怎么样 其实我 呃 一开始当然我觉得 在想法上面 也许会有一些出入啦 跟编导会有一些出入 就觉得嗯 其实我觉得可能 这个好像比较好哦 或那个比较好 可是后来发现说 哎呦 不对耶 我就觉得说 当发现说 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想的时候 然后当我们在真的面对到观众的时候 突然有一天就开销说 哎不对 对好像这样子真的比较好 突然就会真的从心底 心底有没有 在这里 然后开始 有一种钦佩的感觉出来 那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是 嗯 长期因为在做 这样子戏剧上面的创作 然后对观众的了解 才会有这样子的 改变 对改变跟结果出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老实说我真的心里蛮佩服的 因为其实你对这种 敏锐的眼光 其实是不容易有的 有时候我们常常看走眼 这个有时候是经验的累积 尤其是在儿童剧 就像刚刚韦琪讲说 其实他进来 可能进来怎么做 很大的感触是 儿童剧真的不是把小孩当儿童 对 所以你看我们在表演方式 我们不会去故意装可爱 不会去演那种小孩子的样子 其实就用我们 就算是成人演员 他用成人演员的表演方式 把这个故事精准的传达给孩子们 那你会发现到有一个很特别 比如说像这次新月传奇 最后那个故事 其实很沉重 很沉重的 就是说到那个故事线 谈到所谓父母 遗弃孩子 这个事情 其实对一般小朋友来讲 他是会 会很难过的 对会很难过 所以你在儿童剧的处理上 你就必须要 适时去加入很多笑点 因为成人剧他可以 就是说我就让你感受难过 我就是要让你感受那样的一个 他可以很单一的铺陈 那个氛围 可是儿童剧不行 小孩子会坐不住 第二个小孩子 他很容易 去做一个情境的想象 就把自己想象成是 故事里面的那个角色 所以他会抽离不出来 或者他就会哭 那一哭呢 其实很容易在剧场里面 会有连锁反应 所以我们其实 做东西很怕 孩子们在剧场里面哭 那你说既然害怕哭 为什么要做这种 让他们想哭的一个戏 可是其实很多 故事的题材 他本来就不限定 有些是感动 而不是说一定是 很悲惨到一个程度 而只是说 其实他这个故事 哀伤的背后 其实我们还要带给很多 观众朋友一些正面的 教育的意义 所以你说 为什么我们也不希望孩子哭 可是那个东西其实 就像我们看很多 童话故事 我们也会流泪一样 其实因为我们把自己 involve在那个情境里面 而且那个小朋友的年龄层 是比较广的 他不像说 可能我整场都是 三岁的小朋友 那我们会知道说 那该怎么样来制作 那样的一个戏 所以通常比较小的 比较容易会有这种情绪 你说大概三岁以下的 比较容易 三岁以上的就还好 对 那因为子风色的戏 其实三岁到99岁的 阿公阿嬷也在看 那或是说 五六年期在看 高中生 国中生在看 那看到的感觉 都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顾及到 每一个层面的 对啊 我其实这次 家里的人有来看新乐传记吗 呃 我的妈 这礼拜 就是我们现在播的时间 对 对 我的妈妈会来 对啊 然后我妈妈的同事 其实已经好几个来过了 然后又再来买一次 真的啊 他们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要再看一次 那他们看完的反应有没有 他们觉得 他们觉得很好看 那主要 主要是我曾经遇过一个奶奶 她也是来看 然后她 到最后 她一开始觉得 好好笑好好笑 你们怎么会这么白痴 但是又觉得真的很好笑 然后最后呢 又哭 然后哭的 我就想 哎呦 我们让一个老奶奶哭 这怎么得了 可是她是真的感动的哭 所以我说是感动 对 是感动的哭 对 所以就觉得 好吧 就好一点 还想说还有罪恶感 让老奶奶哭 所以你演完儿童剧 下一次你又想做什么 下次 你看你要去演歌仔戏 又演儿童剧 对啊 有没有新的挑战 想要去面对 或者是说 俱乐部剧团 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 未来啊 其实我们未来 我们希望说 我们可以再去 台湾的各地演出啦 因为我们 去比较 比较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 少去的地方 少去的地方 所以目前团员有多少人 我们现在目前团员都是 freelancer 都是freelancer 所以只有你一个是全职人员 只有我一个是全职人员 那你也没有领薪水吗 我有啦 其实 就只有你有领薪水 对我有领薪水 那因为 其实我们 其实我们剧团 一直在转型过程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在摸索嘛 到底怎么样是最好的 我们其实曾经也是有那种团员 大概二三十个人 可是有时候你这么多 但是大家到了一定的年纪 大家其实不可能因为一个剧团的那个 大家还是有各自一些生活的压力 对 还是有一些生活压力 所以有的人可能是出走了 其实我们出走的人非常的多 这很战场 来来去去都是这样 对 他们可能就真的去做上班族了 有的去电台上班 有的去做广告业 回去电视业的很多的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没有对错 但大家就是我们继续想要朝这条路迈进嘛 那我们就是继续努力的做 那有没有这些比方说离开的团员啊 有没有又再回来的 就是比方说去各行各业玩之后 可能因为哪一档戏 大家时间又可以又再回过 然后再一起演出戏 也也是有的 对但是这个机会难得啦 可能要好几年才会遇到一次 那种感觉是非常棒的 对 那其实做戏就是这样 真的很多朋友 真的很喜欢表演 可是因为碍于时间 生活上 爱于生活上的一些压力等等 或者家人的反对 对 变成说他们必须要去从事其他的行业 是 可是呢 其实他们对剧场的心事都从来没有改变过 所以其实包括子风车也是这样 很多你说所谓子风车不排外 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啊 只要你愿意进来 我们都很乐意欢迎 其实那本来剧团就是一个人为主的地方 对 所以你可以聚集更多的人表示 表示大家认同你们的理念 嗯 喜欢你们的表演 喜欢你们的创作 所以其实我想俱乐部剧团也是这样 就是只要这些团员一天都还在 随时有机会 他们都还是可以回来演戏 对 是的 对不对 对啊 所以这也是你那个身负团长 一个非常重则大人 对 真的是这样子 对 所以呢 那可能旁边外面戏标都去接要好 没有啦还是要接啦 因为我觉得就是 尝试不一样 对还是要多尝试不一样 然后跟大家多认识 然后像我们也可以交流的更深啊 嗯 像这么深的深啊 那那韦奇有没有 希望可以给现在的年轻朋友 想要加入剧团一样或是从事戏剧工作 对啊因为你像你你是对这个完全没经验 你就一斗再进来 嗯 你的个人这样子 对啊那你现在年轻朋友如果想要从事这个行业 有没有什么建议 哦我觉得义无反顾很重要 第一个就是你第一你一定要真的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呢当你决定要做你就去做 但是因为我觉得说有时候会想想自己在做演员之路 好辛苦哦 有时候还要被嫌弃 我明明演得很累 还要被嫌弃 会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会影响着你 可是有时候你换个角度来说 你现在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然后你一定会遇到困难 可是呢你在你的 你不管各行各业 你哪一行哪一业不会遇到困难呢 是不是这样说 所以当你如果说真的喜欢这个 你也愿意努力 那我觉得说你的戏剧之路是永远都是开着的 嗯 其实再怎么喜欢的事情 你一定有不喜欢的部分 对对对 对因为事情很多嘛 你不能永远只挑你喜欢做的事情做 所以其实就是勇敢去面对 是 对不对 戏剧路会越来越宽 对对对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韦琪 谢谢韦琪 希望俱乐部剧团 我们这个新的制作 6月14 那一段在杜鹃窝的日子 6月14到6月17号 在我们孤岭街小剧场 听到朋友 很踊跃的 前往去支持一下 没错 勇敢的走进我们的杜鹃窝里面 享受一下我们杜鹃窝里面的故事 好 今天非常谢谢韦琪来我们节目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